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聪明的朋友们一定就会想到我今天要分享的计法到底是哪一种 没有错答案是缝合法 这是谁采的基本四大基础计法 因此还没有发落到前几支影片的朋友们 欢迎您立刻订阅按赞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接着就来谈缝合法 缝合法呢顾名思义就是 当一个色块跟一个色块之间呢 彼此要互相拼贴在一起 但是颜料跟水分却又还没有完全干 那为了要防止颜料互相碰撞混淆水分 也互相混淆在一起的情况之下 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激发 那这种感觉呢就好像是一块一块布呢 互相拼贴缝合在一起 只是我们要拼贴的不是布而是色块 所以就被叫做缝合法 那当然也有的伙伴们呢会想到 既然想要预防颜料跟颜料之间互相混淆 然后碰撞在一起 那干脆等它干就好啦 要不就是拿个吹风机快速吹一吹 岂不是更方便 但是我们必须考量到 好比说在升高中大学美术班的考生们 他们在面临数科考试的时候 时间都是相当有限的 他们真的没有时间呢 去等一个色块干 之后再画第二个色块 甚至连拿吹风机出来 吹的时间都必须省下来 那这个时候缝合法就是最好的操作技法了 那另外呢有另一种情况 就是也许伙伴们到户外去写声 或是进行速写 但是光线非常的强烈 而且光影变化又过于快速的情况之下 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等待 那这时候呢 一样要把缝合法拿进来用 接着还有更多的人呢 他们喜欢营造细致细腻精致的画面 那更适合把缝合法用进来咯 那缝合法呢 在操作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不啰嗦 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示范影片吧 示范影片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针对今天会用到的工具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这两本大陆生产的莱顿水彩写声本呢 从外观上来看其实是非常高雅的 接着呢我们从封面页上 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标示 每一本水彩本呢都有20张水彩纸 并且是百分之百纯棉 300克 粗纹 中性 无酸 再来旁边这个是它每一张水彩纸的尺寸 好我们再翻到背面来看一下 这边呢也同样清楚标示着 水彩纸本身是Rough 粗纹 Acid Free 中性无酸 再来底下是它的尺寸 还有纸张双面都有粗的纹路基里 并且不含防腐剂 这算是标示相当清楚的水彩本 那接着我们就来打开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 里面呢第一张是黑色的保护叶 那侧面呢都可以看到上好上满的胶 也就是标准的四面封胶的水彩本 那整个看起来硬邦邦的像一个画板 虽说是四面封胶呢 不过它在正上方呢还是留了一个小小的开口 这个小小的开口呢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水彩本的张数 那通常呢我们都是每画好一张 再取一张下来 我们会运用它四面封胶的这个优点呢 让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 纸张呢它不会因为碰到水 而有任何凹凸不平的机会哦 那一般来说呢大陆淘宝有一些店家会很贴心 送类似像这样子拆信道的小物 让我们方便把纸张取下来 那取的时候呢则是从其中正上方的缝隙伸进去 接着往四个边呢轻轻的画一圈 如此一来呢就可以很轻易的把水彩纸取下来了 好拿掉第一张保护叶之后呢 我们透过画面正式来观察一下这一款莱顿水彩纸 它表面的纹理 果然真的就是粗纹水彩纸会有的特色 那我相信呢待会在正式示范的时候 它也会有很好的表现力才是 补充说明的是如果我们身边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小物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随手可得的这种会员卡 当然必须是要那种不重要的卡 那用这样子的东西呢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好那接着我们今天的示范用笔呢 是爱丁堡绑线纺雕水彩笔 我们用的是一号二号跟四号笔 透过画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三支笔呢 分别是180、220、270元台币 而这一款灰鼠毛手工绑线水彩笔呢 它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它的笔腹呢 能够吸取大量的水分 来顺利进行渲染的工作 那虽然呢笔腹吸取大量的水分 但是它的笔尖呢 却又能够收得很尖很完美 来做细部的描绘 然后呢它握在手上的手感也是蛮顺的 而且呢竟然没有感觉到笔的重量存在耶 那我们接着就来浸泡冷水数分钟 做开笔的动作 将笔毛上的胶先给去除 接着再来观察 它的含水量到底是如何 开笔沾了水之后 果然如预期的 笔腹吸收相当多的水分 而且笔毛柔软顺畅并且有弹性 压下去之后呢 从笔的侧面来看 笔毛完全没有弯曲的现象 一般来说呢 笔毛压下去再拉上来之后 会自动收成一个完美的笔尖呢 就代表这一款笔的弹性 真的是非常好 补充说明的是 做开笔的动作必须是冷水 不能是热水哦 不然热水的话呢 一定会破坏笔毛呢 跟绑线之间的结合的胶 那我们同时呢 也发现了这支四号的笔 它的笔腹吸水量 真的是相当惊人 轻轻一压 手掌上呢 就看到了许多的水分 那但是呢 它又同时能很迅速的 就收成一个完美的笔尖 有利于渲染过后 就立刻来描写 画面上细节的地方 因此我相信 待会呢 在示范过程当中 这款水彩笔呢 它一定有着惊人 并且超高的表现能力 就开始今天正式的示范咯 我们看到的这张甜点的图片呢 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描绘的主角 先用铅笔呢 用短直线轻轻的勾勒出 相对的位置还有高度 整体确认之后 再来做细部的描绘 而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呢 是因为蛋糕上面呢 有大大小小的奶油花 糖霜 糖果 樱桃跟覆盆子 而这许多大大小小 错落的小物件呢 用我们今天 所要示范的缝合法来表现 是最恰当也不过的了 我首先呢 沾取了一点点的红 加一点点的白 那我将它调成 有足够的透明度的感觉 先来上后方的奶油 那在这边呢 为什么我要带一点点的粉红色呢 原因是蛋糕体上面呢 有红色的樱桃 跟红色的覆盆子 还有一颗粉红色的糖果 所以呢 后方的奶油 我就让它带有一点点 环境色的概念 这样整体来看呢 也比较具有整体感 当然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也许我发现亮面可能不够白 那这个时候呢 由于它是300克粗纹的水彩纸 很方便于洗起来这件事情 那所以呢 我也就可以顺利的 把我的水彩笔呢 洗干净 好 那多余的水分呢 用抹布吸干 我们就轻压亮面的位置 把它洗白 洗亮 让它比较有瘦光面的感觉 如果觉得洗得不够白 我们这个动作可以再重复一次 同样的把笔毛洗干净 多余的水分呢 务必要用干净的棉布或抹布吸掉 然后我们再一次轻轻按压亮面的部分 让它整个有更白净的感觉 在暗吊子的处理上 我则是带了一点点干净的蓝紫色来做区隔 整个暗吊子画完之后呢 水分还没干 但是时间如果又是有限的情况之下 紧接着就要画左边的这颗 粉红色的糖果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真的要用上缝合法的技法了 那我们可以近距离的透过画面来看一下 也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呢 留下一条细细的白缝 那这条白缝呢 越细越好 因为越细的话呢 就代表画面呢 处理上是给人家越精致的感觉 那当然后续等到完成之后 水分也干了 这条白缝需不需要再补上呢 答案是不用的 紧接着 我用相同的做法 也就是缝合法 把前方两个奶油花呢 分别着色完成 当然其中一个 我让它偏稍微淡淡的干净了蓝色 是为了要跟其他的奶油花呢 做出区隔 过程中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好比说不小心碰到了 像这样子颜料突然就宣泄而出 那这时候该用什么方法补救呢 答案是把鼻洗干净 鼻毛上多余的水吸干 把宣泄而出跑出来的颜料洗掉 那重复洗很多次 并且把这个区域的水分整个吸干之后 我们还要再进行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则是用一号笔 也就是小支一点的水彩笔呢 笔尖直接沾干净的白色 那浓度很高的情况之下呢 把它厚涂在两个物件的交接处 也就是围堵的工作 我们透过画面近距离的看一下 就像这样子 笔尖沾了足够浓度的白色颜料 然后呢把它涂在刚刚两个物件的交接处 让右方红色覆盆子的颜料 就不会再跑过来 而成功的被围堵住了 我们就用相同的技法 将蛋糕上面呢 所有的小物件逐一上色完成 针对蛋糕体呢 我们先用四号笔刷一层水 接着我们再用葛黄还有少许的橙色 来打一个底 让整体的颜色看起来是鲜艳 可口好吃的感觉 那并且等它稍微干一点 等干了之后呢 除了葛黄一点点橙色之外 我们再加少许的浅咖啡跟深咖啡 这个时候已经干了 我们来做暗吊子 那请注意我们做暗吊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滚动水彩笔 就像画面上所看到的这样子 原来水彩笔是可以轻轻在画面上做滚动的 那由于呢 这是一张粗纹的水彩纸 那纸张表面纹理很粗的情况之下 经过滚动它就出现了一些很特别的暗吊子 感觉呢好像是蛋糕上面烤的微微焦黄酥脆的那种质感哦 好到这里为止 甜点的描写算是初步的完成了 但是为了让前方雪白的奶油花有被更凸显的效果 所以再做一层渲染法 也就是先刷水 然后用浓淡有质的蓝色呢 错落在四周 来完成一个背景的渲染 然后呢 从画面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款水彩纸 渲染的表现力也确实是相当好哦 好 看完以上的示范影片之后 您是否也觉得缝合法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呢 那么就拿起你身边的笔 也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精致画面吧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下次见咯 拜拜